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韩正 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工作要求 听取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 审议有关文件 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食品安全工作 韩正指出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绝不回避问题 善于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在持续解决问题中推动食品安全工作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 韩正强调 一定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提出的四个最严的要求 要高度重视标准工作 建立健全标准体系 尽快实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 要气势强化全过程监管 拔好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关口 堵住监管缝隙 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参与监管 加大有奖举报力度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相关信息 并支持鼓励媒体开展监督 要采取有利措施 真正解决好执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对昧着良心 制假受假 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 一定要实施中山行业进入 并处罚到企业法人 要切实落实党政同责 地方副总责要求 推动食品安全工作落细落地 胡春华 王勇出席会并讲话 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 公安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